公元538年 东西卫之间的第三场大战 河桥之战大响 此战 东西卫互有胜负 东卫大将高朝战死 西卫与文太则差点命丧芒山 河桥之战以后 东西卫双方都累了 从北魏孝武帝逃亡长安算起 东西卫之间已经连续打了四年的仗 是时候休息一下 练练内功了 于是从公元539年起 到公元543年 芒山之战 这几年 东西卫并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看 高桓和益文太 这对绝代双交 各自在治理国家上 都采取了哪些策略 我们将从内政和外交 两个方向进行阐述 先来看内政 高桓在河桥之战以后 主抓东卫内部的反腐 腐败问题在北约后期 就已经很严重了 而到了东卫 官员的腐败更是触目惊心 来看北齐书都必传的这段对话 必以文武在位 含有连结 言之于高祖 高祖曰 必来 我育儿 天下灼乱 习俗已久 经都将家属都在关西 黑塔长相招幼 人情去留未定 江东富有一乌尔老翁 消炎者 专事一观礼乐 众原士大夫 望之以为正硕所在 我若急作法网 不相饶戒 从都将尽头黑塔 世子西奔消炎 则人物流散 何以为国 尔一捎代 吾不忘之 从文武在位 含有连结这句话 可知 当时的东卫 不仅文官贪污 武将也贪污 那么高欢是如何看待 东卫的内部问题的呢 高欢的态度很有意思 他对杜毕说 现在天下大乱 我军中很多人的家属 在宇文泰那里 宇文泰经常来挖我的墙角 南边还有个萧和尚 这萧和尚整的那些 师叔礼乐是真的不错 我们这边很多文人士大夫 都以南梁为正统 我不是不知道 现在腐败问题很严重 但要是逼急了 我怕武将们都去投奔宇文泰 文臣们都去投奔宵和尚了 你放心 这个事情我记着 但是现在还不是反腐的时候 杜毕听了这话 也就不作声了 后来 沙院之战 高欢惨败 杜毕就是重提 又跟高欢说要整顿力质 还将诸勋贵比作内贼 高欢一听就不高兴了 因为这其中 很多人是高欢的老朋友 他一言不发 让一群武人 拉起弓 搭上剑 瞄准杜毕 让另外一群武人 拿着树 挡在走路的道上 然后让杜毕 站在中间 高欢说 杜毕 你不要怕 我不会伤着你 但是杜毕 仍然吓得直哆嗦 汗流加倍 高欢现状 对杜毕说 现在我让他们 他们不会伤着你 你尚且如此害怕 在战场上 这些人跟我冲锋陷阵 出生了死 为国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 现在他们贪一点 怎么了 杜毕赶忙 磕头求饶 说 陈无知 金蒙大王 点拨 如醍醐灌顶 结合上面两条材料 可知 高欢在东魏 立国之初 对于腐败问题 采取的是一种 放人自流的态度 甚至于将贪污 当成是武将们 在战场上 出身入死的一种赏赐 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高欢也不得不正视 东魏内部的贪腐问题 不过 反腐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东魏朝廷内部的高层领导 基本都是高欢的老朋友 老战友 老部下 高欢不方便直接出手 经过一番思量 高欢想出了一个非常妙的点子 那就是 他自己不亲自出面 而是让他的儿子高成 来主持 多魏反腐的聚集工作 公元538年12月 何小之战刚一结束 高欢便任命 其敌两子高成 为吏部尚书 高成一上任 便停掉了北魏孝明帝时 崔亮制定的庭典阁 所谓庭典阁 简单来说就是 做官只看资历 先来后到 高成上任之初 并没有立刻开始反腐 而是悄悄地布置自己人 实在 高成又杀太尚书郎 妙选人帝充止 至于财民之士 贤辈见拙 假有位居显位者 接这只门下一位宾客 每山园游艳 必见招邪 直射富师 各尽其所长 以为于世 这段话有两个地方要注意 第一 高成 妙选人帝以充之 这是在干什么 是在安插自己的人 对吧 第二 各尽其所长 以为于世 这是在干什么 是在招了人心 对吧 经过几年时间的安插手下 拉拢人心 到公元542年 高成 终于动手了 高成第一个打击的对象 不是别人 正是高欢的姐夫 魏锦 北七书神武本经理说 即神武生 而皇比韩氏卒 养于同产子婿 镇玉队魏锦家 所以高欢 是他姐姐和姐夫 俩人含惜如苦 拉扯大的 而高成对于自己的 孤伯动手 颇有一种 大义灭轻 壮实断腕的味道 当然了 也是魏锦 瘫得最厉害 所以第一个 抓他做典型 有意思的是 魏锦被抓的理由 不是因为贪污 而是因为藏匿逃犯 魏锦被抓进去以后 受了严刑拷打 于是给高成 记了个话 他说 你个小屁孩 老子看着你长大 你现在是要弄死我吗 高欢得知以后 很配合的 唱了个红脸 他跑到孝敬地面前 哭诉 说 没有魏锦 就没有成今日 陛下 您对魏锦 网开一面吧 然后魏锦就被释放了 这太搞笑了 放不放 还不是你高欢 有一句话的事 高欢接着又跑去 魏锦家里 魏锦当时正躺在床上 动不了 他对着高欢 大叫 你要是想杀我 就赶紧的 高欢的姐姐也在一旁 他伸出手来 对高欢说 你看看你姐我这手 长满了茧子 不都是当年 抚养你长大 累出来的吗 你现在咋对你姐夫这样呢 他年纪这么大了 指不定哪天就死了 你干嘛逼得这么紧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高欢还能怎么办 他跪在地上 一遍一遍的 抚摸魏锦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魏锦老实多了 后来高欢派他去青州 做刺史 魏锦一改以前 贪得无厌的品性 以至于青州当地 百姓安治 整完魏锦两年后 高成又对高欢的一群 老部下动手了 此时高成已经为自己 挑好了两个打手 那就是崔仙和宋游道 高成推举崔仙为御术中尉 宋游道为尚书左臣 第二位一上任 就尚书弹劾 尚书令 斯拉子如 太保 孙腾 司徒 高龙之 司空 侯锦 尚书 元宪 咸阳王 元坛等 贪污腐败 郭之助宠 从头衔看 尚书令 司徒 司空 太师 都是正国锦领的 崔仙和宋游道的弹劾 瞬间在东魏朝廷 引发了一场 十级打击战 崔仙的弹劾 罪状几笔 话说得很重 高成整起来 也是格外的狠 其余死处者慎重 罢官都是小事 被整死的都有 这里举司马子如为例子 北史司马子如传议说 即文相辅证 以慧为御史中卫 崔仙和 再欲一宿 而发皆白 可见司马子如被高成 整得一夜白了头 高欢 顾忌重施 给高成下令说 哎呀 司马子如是我老朋友 老部下 你饶他一命吧 高成于是把司马子如放了 然后高欢亲自去见司马子如 对他大加安抚 这不就是典型的给一棒子 再发个糖吗 司马子如后来被下放到冀州 做地方官 这回他老实多了 夹起尾巴做人 能自立改 甚有身欲 发斋监委 辽力未复制 结合前面说过的魏锦 可见啊 高欢高成这对父子的红白脸唱的是有效果的 魏锦和司马子如 这两个和高欢关系这么紧密的人 都被整得这么惨 其他人见了 再想贪污 那就要颠量颠量了 当然了 高欢和高成搭台唱戏 除了整肃立志以外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目的 那就是为高成树立威望 为他日后接班 奠定基调 铺平道路 高欢和他那群老部下 政治上是上下级的关系 可是感情上 他们是兄弟关系 然而高成不一样 高成对这些老部下 既没有恩 也没有威 所以高欢必须要想个办法 杀杀这些老部下的威风 举个例子 高欢的一个老部下 孙腾 他从尔中文时代 就跟随高欢 孙腾就因为 见高成的时候不败 便立刻被高成 拉出来痛打 还被命令出去罚战 再比如 刚刚提到的斯马子鲁 他在见到高欢的时候 就说 无事尚被囚击死 若受此 岂有生物也 我现在没犯什么事 尚且被高成整成这样 我要是真的犯了什么错 那我还有活路吗 答案是肯定的 没有 高欢自己 也曾经敲打那群老部下 他说 儿子进展 功一毕之 哎呀 我儿子已经长大了 你们稍微给他点面子吧 话说的很客气 但谁要是真不给面 那孙腾 司马子如 就是下场 说完整顿励志 我们再稍微聊聊东魏内部的呼喊矛盾 我们在和哮之战中提过 东魏的呼喊矛盾是很尖锐的 北市高朝传里说 十鲜卑共卿中华朝市 唯一昂 十五美身领三军 常为显卑眼 昂若在内时 则为华眼 当时东魏的鲜卑人都看不起汉人 高欢每次给部队下命令 都用鲜卑话 但只要高朝在场 那就说汉人 不过身为东魏事实上的皇帝 高欢不能坐视胡喊矛盾不管 实在 高欢据鲜卑则曰 汉明是乳奴 夫为乳庚 夫为乳智 疏辱力薄 令乳温饱 如何为灵止 据华人则曰 鲜卑是如做客 得如一壶素 一匹捐 为乳鸡贼 令乳安宁 如何为济止 高欢对鲜卑人说 汉人是你们的奴隶 给你们种田 织布 让你们温饱无忧 你们干嘛要欺负汉人呢 转过头 高欢又对汉人说 鲜卑人是你们的保镖 你们给他们粮食不匹 他们为你们赶跑盗贼 保你们家境安宁 你们为什么要恨鲜卑人呢 这种两边说好话的办法 只能稳一时 不能稳一世 事实上 中东魏北齐两朝 都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 胡喊矛盾这个问题 而反观西魏 则很好的融合 化解了胡喊两族的矛盾 这也是弱小的西魏北周 最终能够灭掉强大的多魏北齐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而要说到西魏的汉话 就不得不提一个人的作用 那就是苏辱 苏辱的儿子苏薇 我曾经专门给他做过一期 随上人物志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 这期我们主要来讲 他的老爹苏辱 苏辱 经召武功人 也就是今天陕西省 咸阳市武功县一带 苏维的父亲 是武功镜的郡守 丛兄 苏辱是焚州刺史 宇文太有一次问苏辱 你们家有谁 才能可看大用啊 苏辱于是推荐了苏辱 不过 宇文太起初并没有把苏辱 放在心上 只是让苏辱 做了一个心态郎中 心态这个机构 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 是一个临时机构 职能对应于中央的商务省 到了南北朝后期 逐渐成为常设机构 心态郎中是个小官 唐初规定他的品级为纵武品 可见苏辱虽然被举荐 不过并未受到重用 然而正所谓 是金子总会发光 苏辱在形态郎中的任上 兢兢业业 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 一致认可 有一次 宇文太把形态仆叶 周慧达找来 问他一些国家政事 周慧达答不出来 请求跟储下们商量一下 宇文太同意了 周慧达出来以后 找到苏辱 向他询问 苏辱对答如流 然后周慧达进去见宇文太 把苏辱的回答 跟宇文太复述了一遍 宇文太非常满意 他就问周慧达 你这都是跟谁商量的 周慧达倒也不隐瞒 他说 是苏辱告诉我的 接着 周慧达在宇文太面前 大力举荐苏辱 说他是王左之才 宇文太于是给苏辱 一个著作左廊的官 不过这个著作左廊 官也不大 北魏向文历史是做五品 后来改成七品 感觉从直接上 还不如形态郎中 不知道宇文太是咋想的 经过周慧达的这次推荐 苏辱并没有立刻飞煌腾达 真正改变苏辱命运的 是他和宇文太的一场对话 事情要从宇文太的一次出游说起 这一天 宇文太和一群大臣 去昆明池看鱼 走到西汉的仓池 宇文太问周边的大臣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大臣没有一个回答出来 真是有人插了个嘴 苏辱学识渊博 不如招他来问问 于是宇文太把苏辱找过来了 苏辱和宇文太说了仓池的历史典故 宇文太非常高兴 接着两人从三皇五帝聊到魏武校文 从白天聊到黑夜 苏辱给宇文太讲述 帝王之道 深寒之术 宇文太听了眼睛之发光 震惊微作 不知东方之祭拜 经过这么一番亲自考察 宇文太确信 苏辱确实如周会达所言 有王左之才 于是封苏辱为大刑台左城 大刑台左城是大刑台蒲叶的副手 奉金田应该是个部级干部 可见宇文太这次是真的决定重用苏辱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为何宇文太要去仓吃呢 而且还特意问属下 苏辱的典故呢 宇文太可不是随便问的 苏辱与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有关 那就是王马 在汉代长城中 苏辱位于魏阳宫西边 池中有剑台 王马正是死于剑台 所以宇文太的这个问题 暗含深意 王马是什么人 篡汉自立 对吧 而西位当时的政治局势 与汉末又何其相似 宇文太和王马 有何其相似 当宇文太走在苍池边上的时候 他的心中是否会想起王莽的前车之剑呢 那一晚车夜畅聊 或许宇文太会问苏辱这样一个问题 王莽篡汉为何迅速败王 请赐教 毕竟从宇文太敢于杀害孝武帝来看 他绝对不会做大魏的忠臣 宇文太心中给自己的定位 不是另一个王莽 就是另一个曹操 所以前朝全程篡位的经验教训 与汉文太一定是最关心的 苏辱升任大型台组成以后 进行了一系列规范化 制度化的改革 制进了功能格式 发明了诸出末入 并改进了记账和统计户籍的方法 所谓诸出末入 指的是支出用红色的笔记录 收入用黑色的笔 这项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此外政府下发的公文 采用红色的标题 也是苏辱的发明 所以今天财政赤字 红筒文件 这两个词语 都是来源于1500多年前的这位 西文明臣 大同八年 公元542年 在苏辱的协助下 宇文太正式设置了六军 与六军相匹配的是八诸国 八诸国中 宇文太总览全局 原心仅仅是挂名 所以实际领军的只有六个 这六个诸国和六军 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每个诸国底下 又下辖两个大将军 因此一共有12大将军 每个大将军底下 又有两个开辅 每个开辅底下 又有两个姨同 诸国 大将军 开辅 姨同 这么一整套系统 便是后来被隋唐继承的 伏兵制 需要说明的是 开辅 姨同 和开辅 姨同三思 不是一个东西 前者是伏兵制中官职 后者则是 可以开墓府 待遇 等同三思的意思 随唐时 开辅姨同三思 成为一个散官的官职 扯得一点远 我们收回伏兵制 宇文太设置 八诸国 十二代将军 这两个数字 可不是随便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八这个数字 对应的是 鲜卑八部 北魏时 有所谓 八部大人 不知道少数名字 为什么这么 钟爱数字八 努尔哈赤 也是选择八这个数字 八旗 八大神会议 而十二代将军 则是由六军 衍生出来 六军 出于汉族儒家经典 周礼 汉人喜欢数字六 六六大顺 六数兴旺 从八和六 这两个数字中 可以窥见 宇文太实际上 实行的是一种 打左东 右左弯的汉化政策 这种政策 是非常高明的 在东西卫之战 最后一期 我们会详细讨论 西卫的汉化问题 大到十年 公元544年 宇文太将苏绰 升为 大刑台杜之尚书 兼任著作郎 斯农卿 也是在这一年 苏绰制定出 著名的六条诏书 即 时间关系 这里就简单说一下 每一条的主要意思 首先是先至心 苏绰说 一生不能自理 爱能理人意 俗话说得好 正人先正己 所以苏绰认为 为官必须公行 仁义 孝替 忠信 礼让 联平 简约 这很明显是什么 就是儒家那一套 仁义理智信 温良 恭敬让的 伦理道德 对吧 然后是敦教话 苏绰说 世道交丧 已数百年 大乱滋胜 却二十三 人不见得 唯兵歌是文 尚无教话 唯刑法是用 自六阵之乱以来 天下没有一刻安宁 所以必须要重新实习 礼仪教话 要 使百姓唯唯 日千余善 教之与孝替 使人慈爱 教之与人顺 使人和睦 教之与礼义 使人敬让 这仍然是汉族儒家思想 第三 敬地利 众所周知 西魏的地利环境 不如东魏 虽有观中卧夜千里 但仍然比不过 更加广阔的华北平原 因此 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 养活更多的人 西魏必须把土地和人力 利用到极致 俗说规定 若有手带舵 早归晚出 好意勿劳 不请事业者 则阵掌谍名尽献 守令随时架法 罪一劝白 要是有人不从事生产 偷奸耍华 有手好险 就要通报批评 还要加以惩罚 接着 苏绰又苦口婆心的劝说道 伏百姆之田 抵春羹指 下种指 秋收指 然后冬食指 此三食者 农之药月也 若失去一食 则古不可得而食 细细独来 真好似父亲 在教导孩子 要勤劳 要努力 不然就要饿肚子咯 第四 卓贤良 自魏晋以来 选官只看家事背景 资历深浅 苏绰决心改变这一现象 他规定 经之选举者 当不限资因 为在得人 在御荣标准上 苏绰更加看重 道德品行 他说 将求才艺 必先则置行 善者则举之 其置行不善 则去之 光有才还不行 还有有德 第五 续预送 苏绰为了缓和 基层的矛盾 主张实行德政 尤其是死刑 要慎之诱审 对于审判案件 苏绰认为 要务求取之 念尽平荡 听查之理 必穷所限 然后考虚依法 不可不报 友谊 则从轻 未审 不忘罚 随时断理 欲无停止 案情有疑问 就从轻认定 没有经过 正式的审判 不可以随便施加惩罚 第六 均负义 西卫由于 常年和东魏作战 不得不施加 繁重的负税和劳矣 苏绰也深知这一点 既然负义 不能减轻 那就做到一视同仁吧 苏绰规定 征税的时候 不舍豪强 而征贫弱 不 纵奸巧 而困愚拙 无论家里有钱 还是没钱 无论是大混子 还是老实人 通通一视同仁 征劳役的时候 不能够让家里没钱的 多付劳役 或者去很远的地方 而有钱的 则少付劳役 或者去很近的地方 综上可见 苏绰的这六条诏书 是非常详细的施政原则 宇文太命令 当时西魏的百官 上到中央 下楼地方 必须熟读六条诏书 而且要学数学 会记账 不然就没有做官的资格 苏绰的六条诏书 可以说为西魏的汉化 奠定了基调 而苏绰本人 则在六条诏书 颁布两年后 也就是公元 五百四十六年 因过度劳累 离开了人世 十年 四十九岁 宇文太对此哀同万分 由于苏绰本人 力行节俭 不是豪华 因此 宇文太给苏绰办的葬礼 也极为简朴 仅仅有一辆不扯 别的什么都没有 安藏的地点 选在了苏绰的家乡 武功 送葬的那天 宇文太跟在苏绰的灵车后面 一直走出了武功的城门 宇文太亲自泪酒 为苏绰祭奠 他说 上述平生为世 妻子兄弟不知者 无皆知知 唯尔之五心 武之尔意 方欲供定天下 不幸遂舍我去 奈何 苏初啊 你做了很多事 别人都不知道 但我知道 当今天下 懂我的人 只有你 而我也懂你 现在 我正打算和你一起 平定这纷纷乱世 可谁知 你却先我一步而去 哎 这难道就是天意吗 奈何 奈何 说完 宇文太也放松痛哭 手中的酒杯也掉在了地上 纵观苏绰的一生 为西卫 为宇文太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他遇到宇文太是幸运的 宇文太遇到他也是幸运的 苏绰虽然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但是他的汉化措施 却被宇文太延续下来 成为西卫北周强大的内因 并最终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隋唐盛世 如果苏绰能够看到这一切 想必他的内心一定是非常欣慰的 当然 不要让他看到苏维的所作所为 不然我怕苏绰会气得活过来大骂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 说完东西卫的内政 我们再来简单聊一聊东西卫的外交 外交方面南边没有什么好聊的 东西卫之间打得那么嗨癖 南梁都没有想过北伐 可见此时 萧和尚已经是一心向佛 无依无求了 东西卫之中 南梁和东卫更加亲近 因为从政治上说 虽然孝武帝跑到关中去了 不过他是不身前往 那么北魏绝大部分政治遗产 其实是被东魏继承了的 也因此 东魏始终自视为北朝镇头 南梁也承认这一切 两国之间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经常互聘信使 不过西卫那边 萧远也没有亏待 此前 独孤姓杨中德人 逃亡南梁 萧远都对其加以后代 东西卫之间的外交争夺 主要在北方 这里就要说到柔然部落 十六国时期 柔然的势力一度强盛 后来北魏太武帝拓跋涛大败柔然 柔然的势力一度陷入低谷 北魏末年 柔然部落在首领阿纳归的带领下 实现了复兴 六圣之乱中 北魏甚至不得不求助 阿纳归的力量帮助评判 北魏分裂后 东西卫都争着讨好柔然 其中是西卫取得了胜利 西卫文帝元宝巨 娶了阿纳归的女儿 玉酒驴室 此前元宝巨已经有一个皇后了 叫乙福士 两人关系很好 生了十二个孩子 基本上一年就要生一个 那是真的流皮 不过遗憾的是 两人的孩子多数夭折 这可能是近亲结婚的缘故 元宝巨是孝文帝元宏的孙子 而乙福士则是元宏的孙女 所以乙福士是元宝巨的表妹 老表结婚那肯定后代很多不健康啊 也是乙福士能生 一口气生了十二个 不然他一个后代都留不下来 玉酒驴室来了以后 为了不激怒阿纳归 元宝巨将乙福士逐树皇宫出家 做了尼谷 后来又将其赐死 嗯 这稍微改缘一下都能拍一部古张言情剧了 言归正传 玉酒驴室嫁给元宝巨的时候才十四岁 两年以后 玉酒驴就怀孕了 这才十六岁呀 就生孩子了 可能是年龄过小 生女发育还会成熟 生完孩子以后 玉酒驴室就死了 哎 元宝巨这俩皇后 一个告诉我们 近亲结婚不可娶 另一个告诉我们 早孕不可娶 建议写进生物课本 稍微正体 玉酒驴室死后 他老爹阿纳龟怒不可娱 我这宝贝女儿嫁到你那儿才两年 怎么又死了 是不是你干的 这个时候 高欢敏锐地察觉到 打破外交僵局的机会来了 他派人出事柔然 跟阿纳龟说 西魏那帮东西不靠谱 我早就跟你说了 你不信 现在公主死了 对吧 不如跟我们和亲 我东魏 政治上继承北魏正说 经济上碾压细微 灭掉宇文泰是迟早的事 阿纳龟听完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转而跟东魏和亲 东魏这边先是嫁了一个宗室女 过去柔然 然后高欢的儿子高湛 又娶了阿纳龟的孙女 宁和公主 再接着 高欢又娶了阿纳龟的女儿 这就是北齐书中的如如公主 经过这么一系列 平凡的核心举动 东魏的北部边境 从此安定下来 实在 自此 东魏边塞无事 至于武定末 始共相许 差不多 维持了十多年的和平 有的小伙伴会需要问了 那武定末以后 东魏和柔然 是又打起来了吗 嗯 并不是啊 武定末 也就是差不多公年五百五十年以后 柔然就 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强大的民族 突厥 而这 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在柔然之后 又有土一魂 土一魂虽然和西魏接掌 但是啊 他压根儿不鸟西魏 土一魂借到柔然 绕了个大圈子 跟东魏建立了联系 可见 当时的西魏 在周边外交上是不占优势的 正所谓 打铁还须自身印 宇文泰眼下能做的 只有闷头 搞发展 到这里呢 我们就将东西魏时期的内政外交 讲完了 公年五百四十三年 距离和小之战结束 已经五年了 高欢和宇文泰 各自都觉得 恢复的差不多了 是时候来检验一下 这五年来 各自国内治理水平 这就是东西魏之间 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 芒山之战 而引发芒山之战的导火索 居然是高欢的亲儿子 高成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芒山之战中 高欢与文泰 这对生死冤家 各自有上演的 哪些神奇操作呢 敬期待 东西魏之战 第六集 芒山之战 有点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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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